8月2日清晨5点40分左右,在江西庐山王家坡的庐山小院民宿内,有多名游客在观赏日出时,惊喜地发现了双日铜灰景象。 颇阳湖的上空蓄日东升,霞光万丈,画面中两个太阳一左一右,一大一小,在左边稍微大些的是真正的太阳。 庐山气象局副局长张晓鹏告诉记者,这种气象景观现象叫假日或换日,是一种光线在大气云层冰晶体上发生的光学折射,尽管庐山气象景观极为丰富,但这种现象依旧比较罕见。 比较罕见的一种光学现象,就是阳光像四周照射的时候,碰到这种冰晶的时候,会发生折射,这个阳光周围刚好有这种卷层云的存在,那么卷层云是由冰晶大量的这种细小的冰晶组成的,阳光穿透这个冰晶的时候发生折射现象。 张晓鹏还介绍,庐山上的气象景观有云海、日晕、海市圣楼、雨后彩虹等十多种,目前当地的气象台正在筹划建设全要素气象观测站点,通过实时画面采集和气象要素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,提供云海、日出、雾松等气象景观预测预报服务。 虽然是很罕见,但是都曾经出现过,我们气象局对这种大气光学现象也会即时地做出一种科普,另外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会对它进行观测。